今年的春节九天年假 现在剩下今天跟明天两天就要结束了 如果今天呢你要上高速公路返家的话 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今天南来北往还蛮通顺的 因为呢现在呢北返的车潮已经分批输解了 而高工举预估呢 今天除了部分系统交流道会稍微拥塞之外 群线的时速呢应该还是可以维持在80公里以上的 主要呢是希望大家可以避开下午3点到6点的尖峰时刻 应该就不会那么塞了 而国道5号的回堵状况 应该也不会像前几天那么严重